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得闹更看门道 本集关注文化大学火球男林振伟的表现 今天是大专棒球联赛文化大学跟辅人大学进行季军战 林振伟担任先发投手 一局下面对辅人大学第一棒周家乐 第一球偏外脚坏球飙到152公里 右串尾进也不错 内脚诉求急出界外 要外脚低跑到中间高来到153公里 周家乐重心有压上去 还是追到急出界外 结果下球补手要掉高球 掉到腰带高位置急出界外 153公里偏高诉求选掉 变速球提前落地坏球 现在只能看林振伟来标速 打击出去有机会提前落地吗 中左位都在移动 哇飞好远哦 球越快大越远 要冲三雷的样子 马不停蹄 要滑雷 来得起 147公里中间胸口高诉求 仍被锁定诉求的周家乐 一棒扫成中左外方向深远三雷安打 林振伟今天诉求伪劲的状况 也不是这么稳定 让打者更容易掌握 下一棒图玉豪 飙到152公里 但球路持续高起来 插棒界外 连续两颗外脚滑球都是坏球 第二颗形成爆头 三雷周家乐回本雷得分 直接送辅大一分 高位置诉求 打者毁棒落空 153公里压在外脚边角 林振伟自己下球处理 接到后船一壘偏高 幸好还来得及 根据自由体育最近一篇报道 林振伟受访指出 他升大学后 实战球数增加近20公里 文大的体能教练 吕中恩 透过科学化训练与重训 提升肌力爆发力 还有修正投球机制 让他更懂的运用全身投球 也是提速关键 这边林振伟保送了高允迁 面对下一棒杨振宇 第一球诉求的伪劲 很明显有出来 相当漂亮 一路从中间高位置 窜进内脚高 让打者被隐忧出棒 又只能挥棒落空 同时又怕被畜生 内脚诉求急出界外 接下来又来一个 相当夸张的滑球大爆头 高允迁上到二壘 接着林振伟终于投出了三振 伪劲冲一下的诉求 塞在外角高位置 打者跟不上挥棒落空三振 前述报导也指出 原来林振伟202公分的身高 充分来自遗传 父亲就有190公分高 母亲是前台电女栏前锋 也有176公分 这边一颗带右下创 伪劲的适逢诉求蛮漂亮的 内脚诉求制造中外野飞球出局 结束第一局的投球 但下一局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善 虽然也有伪劲不错的诉求 但整体状况还是不稳 投出保送后直接被换下场 总计今天账面 头一局失一智者分 失坏球跟爆头各有两次 问题可能处在下盘不稳 导致姿势不固定 也让球数跟伪劲时有时无 林振伟赛后则坦白的说 控球好像没有好过 今天状况也没有调整好 觉得身体没有力的感觉 球数丢不出来 不过林振伟也分享 过年时会回台南 找舅舅郭洪志帮忙调整 备战春季联赛